这一次代表中国羽毛球队参加东京奥运会的队员们 对他们来说都非常的年轻 但是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冲劲 这是好事 但是年轻人的经验相对的缺乏一些 这也是必须要面对的一个挑战 要想拿好奥运会这样的一个重大比赛 其实没有什么捷径可做 最重要的就是扎扎实实的做好平时的训练 避免商定 奥运会比任何一个比赛都会有不同 所以保持良好的心态 对于正常发挥自己的水平是相当重要的 当你走进奥运村以后 一定要把自己的生活起居训练都安排好 保持良好的心态 在赛前做好对每个对手的充分准备 比赛的时候 以拼对手的心态去面对对手 更要相信自己 不管遇到谁 都要去敢打敢拼 放开去打 确保把平时训练的训练的训练水平都搬回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准备 对手的开装 转发 GAN Stuff